好 腳慢慢踩 但底下要點 好 退棒 冒著雨從二十公尺峭壁垂降 每一步都失滑 有夠危險 這兩位當兵沒進海路的迷彩哥 退伍了卻一心想當陸戰隊 但哪有這麼簡單 對對對 手掌 好 OK 手掌緊 身體失速 像鐘擺一樣直接撞壁 嘴上沒喊 但肯定嚇了一大跳 不過這都還是最初階的右右班 像我們剛剛做的就是挖操裡面的仰臥挺身 最後以一個挖人坐姿來作為結束 挑戰挖人操 沒三兩三千萬不要來 基礎體能要練好 美軍海豹部隊發明的TRX是個好方法 可以訓練胸肌 背肌跟腿力 有了好的體能才可以挑戰高難度動作 手掌去控制你的繩索 倒掛或是正面垂降都要克服心理恐懼 更難的是 往上移 往正上去 繩索上攀比垂降更難 基本功就是腿要夠力 核心肌群也要夠強大 不然根本一步也上不去 我們現在要用剛剛學到的技巧 用繩索垂降下這個腹部 當然難度也是大大的增加 一不小心就滿腳爛泥 這裡是挖人挑戰班的秘密基地 專門訓練想當挖人的老百姓 右手往後伸抓到 OK 讓我去做環節 兩個教練啊 只能帶五個人 因為安全的關係 很多地方是要一對一的教學 他是劉尚業 前海軍爆破大隊隊員 離開部隊後 看上挖人傷機 開班授課一天兩千八 帶你體驗陸戰隊魔鬼訓練 垂降野外求生 操體能 武器知識 吸引不少退伍大叔來回春 當兵的時候是 其實是抽到海軍陸戰隊 後來沒有就厭退 當然我就是也一直很 對這個特種部隊的一些戰技體能 其實非常有憧憬跟嚮滑 平常就喜歡跟朋友一起去爬山啊 攀岩之類的 經過這次活動 多一條繩子可以站 到那種很特別的地形 你視野都開闊很多了 軍中常說 一日陸戰隊 終身陸戰隊 沒當過陸戰隊 現在也有機會成為陸戰隊員 記者李維廷 顧商軍台北報導 講完 要明天我們才能 就是我們才能 真的 我們才能